你看看它在旁边 你可以看到它会有点拆开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变化 它也会在旁边 住家与树木剧烈摇晃 砖墙摇摇欲坠 另一只监视影带也记录强震瞬间 狼犬被吓得爆头鼠窜 还有楼上的花盆砸向地面 尼泊尔25号这起规模7.8地震 将首都加德满都镇成满地瓦利的废墟 加德满都居民纷纷跑到户外空旷处避难 宁可群聚在马路也不愿回到室内 灾民遭遇余震吓得惊声尖叫 仔细看路面不是向上位移 就是被震出巨大的缝隙 联合国世界遗产旧皇宫广场 也轻僻成一堆碎瓦颓源 简直是文化大浩劫 圣母峰登山基地营因强震引发致命雪崩 由于天后恶劣直升机无法起降 官员研判恐怕有上千人受困 基地营登山客用手机自拍影片传上网 情势相当危急 目前证实罹难者包括一名热爱探险的谷歌主管 弗瑞迪伯格 他与同事在圣母峰登山 被雪崩砸到头部 不幸客死一箱 面对大批涌入的伤患 医院病床不够用 很多人就这样被放在地上进行急救 现在电力及有线电话整个瘫痪 灾区通讯仰赖手机 如果电力通信无法尽快恢复 手机电力一旦耗尽 恐怕更加拖延救援进度 尼泊尔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请国际社会伸出援手 记者无线长报道